Hi, my name is Kai Ewan 今天我買了一台GoPro 然後又買了另外一台GoPro 那這一台是GoPro 11 這一台是GoPro 12 那我真的看了很久這個規格 那真的99%都一樣 那一樣的感光元件 整個都一樣 那除了那1%的一個小小的差別 我覺得對我來說有一點重要 就是拍攝8比7這個格式 就是整個感光元件的比例 這個時候呢 12可以拍4比 What the heck Hi, my name is Kai Ewan 今天呢我買了一台GoPro 然後又買了一台GoPro 那這一台是11 這一台是12 外包裝看起來一模一樣 你根本看不出來 那11跟12我規格看了很久 99%看起來都一樣 沒有什麼大差別 那1%的那個小小差別 就是非買12不可的一個很爛的理由 就是在8比7比例的時候 你拍攝4K的尺寸 這一台12呢 它可以拍30格或者是60格 那舊的11只能拍60格 那聽起來好像降級了 你只能拍... What the heck Hi, my name is Kai Ewan 今天呢我買了一台GoPro 然後呢又買了一台... Hi, my name is Kai Ewan 今天呢我買了一台GoPro 然後又買了一台GoPro 那這兩台GoPro 那這兩台GoPro 一台是11代 一台是12代 那我比較了很久 它的規格 看起來就99%都一樣 但是有一個1% 我覺得 根本沒有人講到一個小小 然後也... 完全... Hi, my name is Kai Ewan 今天我買了一台GoPro 然後我又買了一台GoPro 那這兩台GoPro有什麼差別呢? 一台是11代 一台是12代 外包裝看起來一模一樣 連規格看起來都一模一樣 99%的東西都一模一樣 那1%我有看到一個 就是我還蠻關心的一個東西 就是8比7全尺寸感光元鏡拍攝的時候 在4K的時候 12代你可以拍30格或者是60格 那這個11代的話 4K拍攝的時候只能拍攝60格 所以在12代你多了30格這個選項 讓你有更多的位元 就是你有更多的資訊流量 來儲存你的資料 那影像品質就會提升啦 就簡單來說是這樣子 那我就還是買了GoPro 那這個11代呢 我們就在看要怎麼處理 我開始看要怎麼處理 我們也是十分的 我們就知道 我們拍攝多少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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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拍攝多少個